天气 很多居住在北方地区的人 今天应该都会感觉到 天气有明显的降温 一股冷空气开始自西向东 影响我国 在内蒙古新疆和黑龙江一些地方 今天都已经降下了大雪 而未来几天 冷空气还将会给我国带来 大范围的降温雨雪天气 天气日渐寒冷 从15号起到19号 又有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 影响我国北方和中东部的大部地区 带来明显的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 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黄淮、江淮 以及江南等地的气温 将陆续出现4到8度的下滑 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 其中新疆西北部、内蒙古东部 和东北地区的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降温10到12度 尤其是在新疆北部 最低气温将跌破零下10度 除了大风降温 本次的冷空气还将给中国北方 以及中东部大部地区 带来一场明显的雨雪天气过程 有可能会对交通运输、设施农业 和畜牧业造成不利的影响 需要及时做好道路除冰除雪 和交通引导的工作 也提醒老人和孩子 都要适时的天衣保暖 二亚卫视孟伟孙哲 北京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农牧与